洛阳曾经是十三朝古都 洛邑是这座城市最早的名字 当年周五王把象征国家权威的九鼎放置在此 定鼎中原的典故就出自此地了 我现在身上这一套是不是和平常不太一样呢 我今天带大家来到了洛邑古城 刚进来的时候就有看到非常多漂亮的小姐姐 都跟我一样穿着汉服在这边打开 这里的景色古色古香的 而且听说里面还有非常多好吃好玩的哦 那里面到底有些什么呢 我们一起进去探索吧 走进古城里头仿佛穿越时空 这里有耸立的文风塔 河南府文庙 妥林宫跟京元古城墙遗址等多个时期的建筑 除了跟建筑合照 更多人会选择祈福合照 满满的祈福吊式特别亮眼 后面这座塔它是由青石砖堆砌而成的 是 总共有九层 它叫文风塔 哦 因为我刚看上去 我觉得它古色古香的 看起来有点年代了 那它是什么时期的呢 这座塔最早是在北宋时期 北宋初期的时候所建立的 那么在明朝末年的时候 被闯王李自成攻打洛杨城的时候 是 毁毁掉了 在咱们清朝的顺治年间才重新得以重建 再次的拔第二期 当然文风塔有很大的作用 它是一个学术塔 因为它的一层供奉的是文昌帝君 就是我们常说的文趣星 二层供奉的是魁星 那么民间就有魁星连斗 独占熬头的说法 所以洛杨古人建造文风塔 也是为了期盼洛杨能够文化繁荣 人才辈出 哦 原来 这个面壶呢 我刚一走进来 其实就发现它了 因为它非常的漂亮 而且我看到好多小姐姐 就站在它前面拍拍美照 是的 站在我们的新潭壶前 您就是那画中的风景 是 那么在唐代时期公元701年的时候呢 武则天就在利德坊南 修建了我们的新潭码头 那么在当时啊 可以说是洛河上操船往来千里不绝 当时啊就有话说叫做 半天下之财富 西游此路而尽 由此呢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在隋唐时期 我们洛杨的一个繁荣景象了 这儿的码头拥有中原渡口的美誉 当年在武刀时期因为贸易繁盛 造就半天下之财富 习有此路而尽的说法 这个是我们园区的金元洛杨故城 它是我们河南省的文物保护单位 它是在金元时期所修建的 那么随着北宋时期 建都开封以后啊 洛杨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就开始衰落了 那么在今代以洛杨为中京 就在隋唐洛杨城的东城遗址上 又重新建了一座新的城池 这座城池呢 经历了金元明清四代的风垂雨林 距今有八百多年的历史 那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城墙 就是我们的金元古城墙遗址了 哦 是 小美女可以看一下 这些最早的时期啊 这个城墙它是夯土杀柱的 那么到了明清以后 在它的基础上增补加宽到四十六米 并且修筑成为了砖墙 就是咱们眼前看到的这些 洛杨古城以深厚的文化底蕴 作为依托 透过栏杆往下看啊 这个是我们的岸基石了 是 它是在隋唐时期 新潭码头所留下来的 一个潭岸基石 哦 那么当时啊 是为了稳固我们这个城墙地基 所以就利用了大型的青石砖块 来加固 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岸基石啊 也是时间年代都非常久远了 它来自于隋唐时期 哦 这么久了 对 洛杨古城的真正魅力 隐藏在街道当中的百态非遗 不论是石衣住行 都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元素在里头 这件衣服啊 你觉得它很漂亮是吧 是 那你太有眼光了啊 那这件衣服呢 叫做唐氏大袖衫 它是在中晚唐以后啊 圣唐时期中晚唐以后 贵族女性所穿的一种传统服饰了 那它这个上乳啊 是一件薄薄的透明纱衣 袖宽往往在四尺以上 哦 那么下裙呢 它是一件下乳 非常的宽大 脱于地面 所以说呢 它是贵族女性所穿的传统服饰 一看就知道 肯定不是工作的时候所穿的 因为非常 不是非常的便利 对吧 大小姐这种穿的 那说到这个我就想问 因为我身上这一套呢 袖子也挺长的 那它是大袖衫吗 您这个啊 其实跟它这个形制是 基本上是一样的 肯定也是我们的唐氏大袖衫了 您穿这一身啊 看起来就像 特别像我们的 大户人家的小姐哦 除了汝阳刘毛笔 九祖杜康 唐三彩等等 传统音乐 传统美术 跟传统医药 在这儿也拥有一席之地 走进洛邑古城 不仅走入历史 更走进文化传承 洛阳拥有悠久的历史 深厚的底蕴 它不仅体现在文物 更表现在 渊远流长的美食文化之中 当地各种的美味佳肴 风味小吃 代代相传 像是锅贴 羊肉汤 糊涂 图面等等 香气遍布在 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 地处西宫区商业中心的 西宫小街 被人们称之为 洛阳城的老底片 它承载着洛阳人的历史 情怀跟美食记忆 现在呢 我们已经进到了 西宫小街 然后这里有 非常多的摊饭 这边呢 好像有卖吃的 哎 小姐 这个卖的是什么呢 这个是洛阳 比较有名的这个小街锅贴 哦 锅贴 我看它这个排队的人潮非常多 每天都这样吗 对 基本上是一到饭点的话 然后人就是都是这么多 哦 这儿的街道两旁 洛阳的家常小吃是应有尽有 哦 里面的人非常的多呢 而且我发现有些人 还有一碗汤 对 会有米线 馄饨 还有我们当地的特色 姜面槽 哦 是 本地人喜欢吃的东西 那一定是相当不错的 味道一定非常的地道 那我们赶紧找个位子 来品尝一下吧 小街锅贴 也是河南名吃代表 这个是猪肉馅的 就是你看着它形状 特别像一条船 对不对 是 特别怕着 对 它这个是外焦里嫩 然后色泽金红 哦 是 然后吃起来的话 就是外面焦焦的里面 那个汁 有汁水会流出来的 哦 有点像小笼包 那种感觉是吗 对 你可以尝一下 焦脆香软伴随着现香 小街锅贴让人欲罢不能的 现在在我身后的 就是铁馅里松羊肉汤馆 据说他们家的羊肉汤 非常的厉害哦 那到底是什么味道呢 我们一起进去品尝看看吧 汤是洛阳的独特饮食文化符号 熬煮好的铁馅里松羊肉汤 汤汁浓郁 香气四溢 至今有一百多年历史 李老板 我现在站在这呢 就已经闻到浓浓的羊肉香 您看这个是我们本地的 这个山羊肉 哦 特别大一只 对 对 特别大 这个是羊的后腿 哦 看上去就很鲜嫩 对 对 对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羊排 那这个呢 是我们的一个这个 羊骨 羊骨 纯用这个羊棒骨 是 就是这样煮熟以后 我们剔除下来的这个羊棒骨 哦 对 对 对 是 其实一直遵循的 就是一个本味的原则 哦 我们做羊肉汤 其实坚持的是一个食材的选用 是 是 对 所以我们羊肉汤 全部都是用这个羊骨跟羊肉 没有任何添加的 这位羊肉汤制作精细 选料烤旧 才能造就如此美味 这个是煮熟 然后它这个晾凉了一个颜色 是 对 这个就是羊肉的本色 哦 因为它我们选用的是个本地的赛羊肉 它的血红蛋白含量比较高 然后我们熬制的话 是用我们这个黄河的深井地下水 然后它的矿物质含量比较高 它会发生一个氧化作用 然后它就煮出来的 没有任何添加的 就是这种淡淡的红色 原汁原味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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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把这个骨头 对 分离出来 哦 其实它非常的软嫩 对 对 手一掰它就下来了 对 它煮了三个半小时到四个小时 它已经很软嫩了 对 对 然后它基本上都是这样手撕下来的 你看 你看这种条状的 对 对 对 你看基本上就是这个 是 对 对 对 也不用刀了 直接用手来 对 对 对 这种手撕羊肉 其实吃着口感会更好一点 对 它的纤维感非常足 熬煮羊肉汤的时候 大锅里头不加任何调味料 直到盛汤的时候 才把料加进碗中 汤熬好以后的话 我们会放一些调料 哦 这是盐 对 这个是味精 少放点味精 对 这个是我们的一些密质调料 这个碗底料已经配好了 那我们可以放点羊肉 对 这是刚才我们手切的 这些手撕的一些羊肉 哦 刚手撕的 对 对 对 再放一点这个是葱花 对 葱花好 对 对 对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 然后出汤了 哦 我们的精华来了 对 对 对 雪白雪白的 对 雪白的羊肉汤就制作完成了 哦 它喝起来呢 比我想象中的清淡 而且它这个羊肉 我觉得它不山 对 对 对 是吧 对 我们选用的是一个本地的这个白山羊 通过这个选材上面 然后已经把这个山味已经剃除了 是的 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呢 其实他们会怕那个羊肉的味道 对 对 但是呢 我刚喝了一口 确实不山 而且呢 喝起来非常的清爽 它这个肉的颜色 是有点红红的 对 对 对 淡粉红色 对 看上去就非常的鲜嫩 我也来尝一口 嗯 特别软嫩 煮制的时间是三个半小时到四个小时 是 然后通过大火熬制的话 羊肉已经非常软燃了 掰着泡馍吃羊肉汤 又是另外一种享受 洛阳人总是在热汤的阴阴之中 开启一天的生活